人压教学 幼稚正欲 学校难 学费高 谁能打破中国教育的重重困局 他说 我能用网络让教育免费 他说 我想用网络打破名校对资源的垄断 他说 我要用网络让学习不再功利 互联网是否能重塑中国教育的规则 互联网教育在对话翻转教室 4月6号晚21点55分 敬请期待 他一出现 让电信运商们如坐针毡 他一出现 引发各家民航纷纷反击 他一出现 让教育巨头光环不再 他一出现 让传统汽车业陷入梦魇 他们创新不是既有的规则 他们挑战幻想打破巨头的垄断 他们身心勃勃 只有毫不奉取的野蛮生长 对话特别制作 颠覆在新互联网时代 全压教学 硬式正欲 折效难 学费高 谁能打破中国教育的重重困局 他说 我能用网络让教育免费 他说 我想用网络打破名校对资源的垄断 他说 我要用网络让学习不再公立 互联网是否能重塑中国教育的规则 互联网教育在对话翻转教室 稍后播出 请继续收看 硬式教育 必专多 影响坏 就业难 就业难 如果破解就业难题 也是两个期间带领和为人们观众的话 有则校难的问题 则校难 则校热 就真的能够破解长期里来的则校难题吗 则校难 硬式难 就业难 面对这些令每个学生家长焦虑不安的教育难题 有一股力量正横扫而来 杨平要改变这一现状 颠覆传统教育 他吸引互联网大佬 不惜打下十亿中心杀戮阵队 他让传统教育剧口 独立大力 纷纷加速转型 那么 这股力量真的能颠覆传统教育 打破中国教育的范围吗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了几位牛人 因为他们号称 他们可以来改变传统的硬式教育当中 所有的这些弊端 即将登场的每一位嘉宾 都准备了一个命题演讲 主题是用什么改变教育 第一位登场的嘉宾 他是欢聚时代的副总裁 也是目前非常火爆的 一百教育项目的负责人 刘玉军 掌声有请 欢迎你 歪歪十亿投入六百万域名 他含着金钥匙高调出示 壮足眼球 永久免费一百元补贴 他让人用互联网作为颠覆传统教育 他一出现便引发传统教育 和纷纷反击 而股价却持续飙升百分之三十 那么做游戏娱乐器材的歪歪 真的能够颠覆传统教育吗 现在我们把一分钟的时间交给你 各位同学下午好 我们一百教育将用免费的模式去改变教育 我们一直致力于利用互联网的产品和技术 去解放老师的力量 实现同学百分的愿望 我们利用互联网可以在互动上做得比线下更好 同时我也相信2014年将次线上教育 逐步取代线下教育领导地位的元年 谢谢大家 谢谢 即将登场的第二位嘉宾 是护江网的创始人兼CEO福彩瑞先生 护江两千万美元的逼额融资 他曾创下在线教育领域 今年最大单笔融资计划 公司公值超过两亿美元 六千万注册用户 三百万付费用户 他声称要用互联网教育 改变中国的教育银沟 那么靠社区起家的护江网 真的能够打破传统教育的翻领吗 护江网先生你好 邱老师你好 听说在网上大家都给你一个很亲切的称呼 不上你的名字念起来这么拗口 应该怎么叫你 认识我的人都叫阿诺是不是 谢谢 欢迎施瓦辛格先生 我是一名大学生创业者 十三年前因为兴趣的关系 我创办了护江网 十三年来 我可以说是眼睁睁亲眼目睹 互联网教育在中国 没人看得见 看见了也不待见 他逐步不管你承不承认 他都实实在在在我们身边 而且整个全世界都很关心他 我觉得我不能离开我的初衷 我想要用平等的机会 和公平的资源 去改变教育 谢谢 应该要把你叫诺布斯 因为你的手势跟乔布斯很像 对 好 如果我认为这个名字不重要 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事 我们还想到哪里 更重要的是你所做的事 到底对于改变传统教育当中的弊端 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些推动 谢谢 好 谢谢 来 欢迎你入座 两位都很新锐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第三位嘉宾 是学大教育集团的CEO金鑫先生 来 掌声欢迎 欢迎金鑫 你好 你好 学大 他是传统教育机构的代表 在70个城市 拥有近400座个性化学习中心 专职教师超过8000人 但面对互联网的冲击 他加急转身 杀入互联网教育领域 他声称 要靠大数据实现个性化智能教育 但是传统教育 真能自己颠覆自己吗 每一个学生 他都是不同的 他有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学习方法 所以他需要不同的学习节奏 整齐划一的教育方式 其实是不适合每一个孩子的 但现在我们用互联网的方式 我们新的平台 它提供了学生这么一个机会 可以随时随地学习 学生用这样一个系统 他可以看老师推荐给他课程 系统给他推荐课程 他可以得到及时的反馈 那么每一个学生不断地积累 获得了个性化的学习的路径 真正地改变了学习的方式 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学生 用这样的方式 让学习变得更高向 更个性化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金星 来 请坐 三位老师 今天其实你们任重道远 你们面对的是 非常苛刻的 挑剔的学生们 当然 别忘记 我们还有非常严格的 苛刻的 挑剔的 三位辅导员 我们也用掌声来欢迎一下 我知道现在互联网教育 特别讲求翻转课堂 这样的一个概念 今天我们对话的现场 其实也是一个翻转课堂 全力翻转到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的手上 三位他们的课要开了 但是这课程表呢 怎么排 你们说了算 第一节课 你们最想让谁 来给你们上课 请大声地说出他的名字来 阿诺 第一堂课 马上开始 我做护疆呢 实实在在 不是因为觉得这个玩意儿 将来有一天他会多赚钱 上了大学之后 我有时间自己支配 我就学习互联网 我觉得网络这玩意儿太有意思了 那个时候 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心 我说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在互联网上 有所作为的话 我一定要做一款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他一定不是别人用完之后 觉得说 我怎么把时间花在这儿 全浪费 而是多亏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用了这样的东西 他对我的未来帮助很大 所以在那之后 我就一直苦苦地寻找 到底我未来 要在互联网上做些什么 直到有一天 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发现身边有很多学长 他们毕业之后 发现在大学校园里头 这个英语没学好 而且已经不可能再有机会 再回到自己的学校里头了 我就想 我能不能搭一个网上的平台 让他们从心中有机会 跟自己类似情况的人交流 而且还能找到很多的资源 如果是这样该多好 我就把自己 关在自己的寝室里头 基本上就没有白天和黑夜 足足三十天时间 我终于让互联网诞生了 在互联网上 赚钱本来就不容易 而想在互联网上 把教育的钱赚到手 简直难于登天 我有九年时间没有赚过一分钱 但我听说有人用线下教育的合作模式 曾经跟你提出过一个合作的一个愿望 因为目前在线上做教育要挣到钱 听说是有点难 但是在线下我觉得是不难 其实不是一个人向我提 是每隔一个阶段就有人向我提 那你干嘛瞧不上人家呢 不是瞧不上 问题是 线下的培训已经是多如牛毛了 而且大家做得都非常棒 我觉得不缺我阿诺一个 我去做了没有作为 所以你还是投身到网上 因为网上 如果我不做 我要说一句狂话的话 很可能中国的互联网教育要晚上好几年 没有时间 今天听说为了这堂课 阿诺也做了精心的准备 专门调兵遣将 找了两位助教 我先有请一位 咱们这个吴宏吴校长 吴校长来自于传统的体制内的中学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校长 他也是最早开始尝试 用互联网教育和他的线下教育 结合的一个一线 另外一个助教 藏在里面 好 我们看一看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陈思诗 I'm a student for 上海堂寺学校 你都不能看用中文线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好的老师资源 我们将我们的课程送到他们的学校 让孩子先跟着开始去学 短短的一点点的时间几个月 自信来 他们能讲成现在这样 我都很奇妙 因为他们以前是不张嘴的 其实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孩子 不是所谓的差学生 学习条件很欠缺的孩子 非常多中国的偏远地方 你们能够把你们的公平的教育里面和资源传递给他们吗 我觉得只有互联网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对农村教 农村英语教育的现状和落后程度 可能还要有足够的思想估计 现在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线 小学根本开不出英语 课程表贴在那儿 假的 现状教育真的能够帮助到那些最困难的学生吗 您把这个教育资源最远送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西藏算不算 算 新疆算不算 甘肃地区算不算 这些地方我自己都没去过 但是我的用户已经在那扎根了 我的内容已经先去了 他们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免费的 互将95%的资源现在都是免费的 那以后如果我到其他的贫困地区去 看到那些孩子 我可以给他们承诺说 我可以给你们送英语的教学课件 教学内容 来找阿诺 可以啊 我是一个志愿社团的 我们是有很多那个支教的经理 然后刚才说到对于偏远农村的那些 那个教育的一些就是一个帮助 我觉得因为互联网这个东西 说实话 就算你买得起 你也不一定会用 就算你用得起的话 你比如说现在什么黑客呀 或者什么病毒之类的 你也不一定会 就是会解决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 如果跟那个直接派教师去 那个骗子区支教来说 我觉得还是那个 更见效的更快一点 所以你觉得阿诺 你花那么多钱 不如多请几个老师 直接送到西藏 送到青海 骗子农村 像互联网上的教育理念 他们是根本都接受不了的 我是这么认为 支教这个想法呢 听起来挺好的 但事实上很多的老师 不能长期支教 有些时候 这孩子他从来没听过那么好的课 突然之间这老师讲了之后 有感觉老师又走了 怎么办 他不能够持续 但是相反 我们基于互联网 可以将他沉淀下来的好的东西 让不同学习力的孩子 看一遍 看两遍 看三遍 先送支教老师去 也不现实 所有的这么多的农村学校 你送多少支教老师去 就是把当地的老师 培养成一个 以个别辅导这种为主的 主客 由最好的 很好的老师来讲 那么这个呢 对计算机要求也不高 不需要每个学生一个计算机 我只要有一个投影机 那我得问一下我们的校长 如果照这样的理论来推广的话 未来我们学校里很多老师 就要下岗了 因为一些基础的课 我们可以有统一的课件来完成 你觉得是靠谱吗 这样的校 我觉得这个的确有这种可能性 那些优秀的老师 他的覆盖面也就一个班 两个班而已 那么当我们一旦有了 互联网上这些优秀的课件 而且它是一个团队做出来的话 它的的确确比我们老师 个人劳动出来的课件 要强很多 你们的这个教学体系当中 现在有百分之多少的教学的任务 可以交由互联网的教育平台 来帮你们完成 我觉得至少一半 现在在你学校占到了一半 我举个例子 我带了两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呢 不是学生在课堂上寄老师的笔记 而是回家去用广校的课程 预习复习以后自己寄下来 然后把不清楚的地方 用红颜色的笔标注出来以后呢 再到课堂上来问老师 这就是汤明老师所说的翻转课堂 他在家学过了 然后他不懂得来问老师 完了以后老师讲过以后 他再回家看 那么这一样的课件 他可以看很多遍 考试复习的时候 也不用再请家教了 应该说我们是线下的 网校的一个实体学校 我觉得互联网教育 最近两年内变化非常的快 应该来说正在掀起一场新的革命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说呢 让学生们能够完全课就在网络上上 到教室上就做反转式教学 以讨论为主 在国际上这些也非常普遍 对我们国家来说 贫困地区现在很缺的就是计算机 所以我们怎么样赶紧把计算机 把互联网赶紧放到贫困地区去 这样这些才能普及下去 其实在K12教育阶段中 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学习的 自主性不强 因为这些传统的教育理念有关系 灌输式的 有人看着他都不能很好的去学习 然后你要完全去放开式的 怎么保证效果呢 这个问题非常厉害 其实我们这些创业者 尤其是在互联网教育的创业者 就是要你唯一去找到这个答案 无限接近 但是不可能有perfect的 所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 你比如说这个效果 我们在网上营造了完整的学校体系 包括学生来到网上学习 他有虚拟的教室 要有自己的班长 班主任 还可以找自己的同桌 我觉得他很聪明 因为他基本上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将对他的这种质疑 又转化成了一种正能量 要无限接近 这也是现代互联网时代创业者的特色 我们要不断地将真实的学习 需要满足的各个方面的条件 在互联网上将它营造出来 才有可能无限地接近这样的结果 我刚刚听那位志愿者讲支教 我还是蛮感动的 因为我一直认为 教育它其实是有体温的 就是你 我绝对不认为说是这个机器 可以绝对地解放取代人类 要知道教育这大理念就是因材施教 你老师不去观察每个学生 可是这其实不一样 看他的反应 知道他的那种性格 他的偏好 教育其实是有体温的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其实我们很少去想替代和颠覆 因为现在互联网教育 在国内的发展水平还非常早期 它有太多的基本的任务没有完成 技术也需要继续发展 产品也需要继续发展 用户的理念也需要继续去培育 耶鲁大学的校长去年刚退休 今年加入了美国的Cosera 一个互联网教育企业做CEO 但这位校长其实十年前 就开始研究这些互联网教育 可是没找到感觉 这两个年兴起 技术和产品起来之后 让这样的多年的传统教育的人看到 对接的时刻到来 我认为这时候需要打开闸门 将传统教育资源里头 大量的好的东西对接起来 但是咱们国内目前在这里 可以说是小和尖尖角 有没有在漏呢 这是个问题 好 那在你这堂课的结束之前 我们再给你一分钟的总结时间 你可以来告诉我们 你希望通过互联网教育 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模式来改变什么 说非要谈互联网教育去颠覆些什么 这不负责任 其实就一句话 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人 有平等的机会和公平的资源 去享受教育 这是我要去做的事 谢谢 好 第二堂课 马上开始 铃声响了 一百教育的刘玉军先生 刚才他说到的免费 让很多人眼前为之一亮 到底有没有可能 既然我们的这个课堂来了这么多感兴趣的人 其实在你进入我们的教室之前 我已经偷偷的搜集到了一些他们 对你最感兴趣的问题 要不要来直面一下他们的疑问 OK 好 听说你们都很土豪 砸了十个亿来做教育 光买一百教育的玉冥就花了六百万 但是你们却免费 你这是图啥呢 大家注意他的这种姿势 他用这个双手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胸前 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姿态 说明了什么 说明也许他对他要做的事情 并不是特别自信 首先我来说一下免费 我们认为在这个教育行线 有一部分东西就是应该免费 是什么呢 是基于一些策略和技巧的传授 这些是应该免费的 那么为什么要开这个免费呢 我们要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进来看一看 感受我们互联网的魅力 互联网永远是公平的 开放的 有口碑才会有用复 明白了 就是新开一个店 咱们免费试吃三天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招揽一下 有这个想法 看我们的第二个疑问 我算了一笔账 如果按线下托福亚斯 一百万的考生 辅导班按平均美人花 三千元计算 这个市场的价值是三十亿 面对这么大的市场 你们声称要永久免费 那你们靠什么赚钱呢 好些人还是多数的 不能让你们一直亏钱 首先呢 刚刚我说了 这个是有一部分是应该免费 我们的强化班 但是针对于同学 真正比如说你的听力能力的提升 口语能力的提升 这种个性化的服务是应该要收费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上面会联合很多的这个老师 来开设大量的二级课程 而且在我们现在的生态上 已经有很多的老师通过这种个性化的服务 收入非常不错 我们最高的老师已经月入过百万了 这学费里你分多少钱 他分多少钱 对于低收入的老师 我们是扶持的 我们还要倒帮助他 还有一个倾斜政策 不会对他收取任何的费用 等让老师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 我们也会为他提供更好的服务 通过这样的增值来收取一定的费用 因为我们整个的平台毕竟还要维持运营 那现在有多少老师在你们这个平台上开课了 我们现在每个月的这个课程数量三万多节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如果我们去你的网站上都只上免费的课 你们怎么办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担心是不存在的 对于互联网 永远是极少数用户付费 现在互联网有5%的用户付费 就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比率 这个完全是自愿的 不会强迫 我们里面就有这个老师 有个同学追着他跑 不行你一定要给我上课 给再多钱我都愿意 其实真正的 是不是那个老师讲的特别漂亮 特别有魅力 教育我觉得是严肃的 外观虽然是一方面 但是还是水平是关键 在此非常严肃的问一下 YY教育到底是不是真的准备砸10亿 去做这个互联网教育 还是只是个宣传 OK 首先呢 这个10亿 我们能说出来 是一定准备投的 但是我们也提出 在未来两到三年 你从来没有提过说 在一个材料我们就要画完 而且这10个亿呢 我们不是说拿来做市场宣传 互联网永远不需要在市场上去 投那么多的钱 这是跟传统巨大的差别 在这个YY的东西上市财报中 就并没有就是某一项实益 就这么重大的 这个明确的一个开支 而是未来两三年一个不确定的一个计划 是这样 对 我们刚才听到的很多介绍 包括前一位 好像有一种倾向 就是把教育等同于知识点 还有更多的教书育人这方面的育人二字 就教育更根本的方面 可能我们的互联网如何来关注它呢 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涉及到就是说 在未来的教育体系当中啊 是什么一种生态 一定是线上去引导线下 弹钢琴能在网上做吗 做不了 但是他可以在网上了解到 哪一家钢琴培训机构是最有水平的 口碑是最好的 他离我们家是最近的 通过线上作为入口再导到线下 所以说线下教育是线上的有效补充 线上教育将成为入口 这是必然的趋势 再来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都说便宜没好货 你们和新东方的教学质量能一样吗 我觉得绝对会比他们更好 第一个呢 从师资上 传统的教育机构有大量的分校 我去报了班 哪个老师给我上 我根本不知道 我们呢 适合最好的老师合作 这些老师基本上啊 都是从一百个老师挑一个老师 第二点就是我说到的这种互动 其实线下的这种强化班呢 老师在上面讲 也不认识大家 把知识点一二三四讲完了 走了 也没有课后的辅导 也没有针对性的点评 那我们利用负量网的大数据挖学 这些都将免费提供 我觉得基于这两点 已经比线下做得好了 嗯 现在在YY这个平台上 收入什么过十万 过五十万 过百万的这个老师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新东方 这是小道消息 可以求证一下吗 嗯 其实我们并没有关注这个老师 来自于哪里 因为老师大部分都是自愿过来的 嗯 但是新东方的好像确实多一些 嗯 接下来我们要让刘一军先生 来听一位教育界的大佬 他的一番观点 于敏红说 免费的路数我二十年前就用过了 当时我们就是靠免费讲作家 免费讲课 来吸引学生的 再把其中一部分转化为 教室里付费的学生 YY的做法没有任何新意 本质就是想通过免费课堂 把一部分愿意付费的学生 转化出来 YY只有线上没有地面 学生转化没有着落点 大家一年之后再看结果吧 这话说的真的挺狠啊 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啊 这个线下的机构有这么大的反应 从另外一个维度我们也非常高兴 说明我们的这个做法 是符合这个潮流 对方才会真正的担心 否则他是不会在意的 如果我们以他所说的一年的时间来看 到年底的时候 是他活得更好一点 还是你活得更好一点 这个一定是我们活得更好 我相信啊 这个 大家关注新闻 看到当有更激烈的新闻出来的时候 就是见分晓了 于米红说 目前在中国纯粹的互联网教育企业 大概有2000家 其中99%都会死掉 请问你觉得他所说的包括你吗 肯定不会包括 我们100教育为什么会今年啊 投那么多的钱 是因为我们觉得时机真的是成熟了 我们也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再看看他的下一句话 于米红说 未来活下来的这些互联网的教育公司 将是跟内容公司进行结合的 变成教育机构的平台服务商 我也认为以后是线上线下结合 我们是平台 这个内容不由我们提供 当然我想说的 这些内容的提供者 应该是像副总他们这样 纯互联网 还有这个金总他们现在也在做互联网技 应该把新东方发展过来 可是你平台上好 是不是 新东方我们也是完全欢迎 万一他们自己也想做一个像你们这样的平台 互联网永远是都是鼓励竞争的 但是这个互联网还有一点就是专注和极致 我相信数页有专攻 就像我们不碰内容一样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平台方面 好好把我们的平台做好 就是你最好不要来碰平台 你好好的打造你的内容就行了 您和您背后的YY集团 每天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玩家 在登陆咱们那个平台 您分出一个分支去搞教育游戏呢 这种先入为主其实是挺致命的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是需要去扭转 但是怎么扭转 所以说呢 首先我们那个今年成立了独立品牌100教育 我们会用我们的优势去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牌 另外呢 我也托出生来这个全身心的来盯这个项目 盯这个项目呢 我觉得除了刚刚说的这个 本身说的这个技术的优势啊 对于其实我个人也有一些这个教育的情节 我是非常的这个愿意在教育这个方面啊 贡献一份力量 李学林先生曾经说 我们正因为不懂教育 所以我们来做互联网教育 这才是我们的优势 我觉得这是优势 因为我们去做的很多行业 都我们都不专业 但是我们会很用心的去倾听大家 不专业对其他领域来说 不知道该怎么平衡 如果是在教育领域 有人敢说我自己不专业 所以我要来做教育 其实是一个大忌 你不觉得吗 但是不专业 不代表你不懂 我们跟大量的老师每天都在沟通 跟很多的一些机构的 包括也有一些教育的这个老师沟通 他们会给很多很多的这个idea来熏陶我们 其实我们对整个的教育 也有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解 如果理解不了这个 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有人用的 我觉得他这个从YY变成一百教育 一百教育 一百教育 这个非常有意思 因为现在的都叫跨界 网上的一个段子说 中医栋闹了十几年才知道 腾讯才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工商行搞了几十年才知道 马云是他的最危险敌人 所以过几年 可能我们教育界的人才发觉 最大的竞争对手 反而是歪歪这样的 原来搞游戏 反而对教育一点都不懂的人 跳进来这种跨界才最危险 才是最有可能具有革命性的 冲击性的 中国电子商务公司有多少 有几千家 但是截止到去年 真正赚钱的只有一家阿里巴巴 那么所有人都看到了 几千家活下来一家成功的 都没有人去看那几千家去死掉了 所以互联网教育的 现在我觉得大家就是把它看得太乐观了 你不懂反而又成了优势 这也是只有在互联网领域才有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百分之九十九的不懂的人也会死掉 这个成功只有少数的幸运 所以我只能说祝你好运 这个问题就好比创业一样 这样有很多 我有很多的朋友出去创业 其实有很多人告诉他们 创业基本上百分之一的成功几率都不到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 确实对于每一个创业者就好像我们在做在线教育的每一个往这个领域的者 他竟然应该有这种信心和决心 我觉得我们这个从事能够从互联网走到教育行业的都是有心结的 这种心结我觉得是能够在这个时机能够有机会去改变 我觉得又已经非常的幸运 这节课的最后同样再给你一分钟的时间来梳理归纳 总结一下你希望改变一些教育的什么 或者希望颠覆一些教育的什么 其实我们一百教育最主要想改变的还是现在的一种教学方式 我们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利用互联网的实时通讯技术 和这种挖掘技术 数据挖掘技术 能够把这种互动做得更好 能够解放老师的力量 让每一个老师真正把他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开的是第三堂课 来上课开始 天地元课首先是要有一个互动环节 我们都知道我们上课得生动一些 在这个环节大家看一下这三个词语 假如 海滩和完美 用这三个词语组成一个句子 假如你认为在海滩上悠闲的享受 就是完美的生活的话 那你一定不是创业者 你把创业者说得太苦了 假如我们把创业都想象成在海滩上度假的话 那将是非常完美的一件事情 也非常有创业 虽然这个事情的几率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 创业永远没有度假那么欢乐的感觉 OK 第二个环节 也想再邀请三位观众 大家可以介绍 这个环节阿诺和刘总也参与一下 我们有个顺序 我这个 你站在这 我们就排开 就这个是个传话 我跟他说一句话 他会把这句话装给刘总 然后顺序往后 那最后一鸣 你把他们传的话呢 向大家去展示一下 我和陈伟红在山东路上吃了班级山东的菜 然后又到了山东街上吃了一顿武汉菜 你能告诉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我和陈伟红在北京的南京路的武汉胡同 吃了半吨的山西菜和半吨的武汉菜 听了一堂音材师教课 通过上一次的这个互动环节和这次的小游戏 其实告诉大家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的想象力 每个人的理解力 每个人的记忆力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都需要个性化的教育 这个游戏还有一个来证明 为什么优质教育资源需要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分享 我们的教育是吧 一个老师传一个老师传传传传 传到乡村学校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我们的英语 那英语老师教学生 学生在师范 到那时候那英语 英国人都听不懂 我们为什么不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直接传过去 为什么要一个一个人传人传到后子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所有人其实都可以从源头上学到最原汁原味的知识 这些信息和知识通过层层层传递以后就会发生这种衰减 所以我们用互联网教育用最好的资源 最优质的课程直接到终端 面对这些现象 你提到的个性化这三个字就显得特别的珍贵 你觉得互联网的教育可以实现个性化的理想吗 我觉得正因为有了互联网才能实现个性化 我们所说的个性化是指的对学生数据的挖掘 对学生学习行为的这种数据的统计 包括他每一次练习 每一次作业 每一次看课程的反馈 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系统进入下来 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的接入最优质的课程 来实现不停的这种学习的反馈 但这样他的学习过程才变得完整 个性化如果没有互联网 那他只能说是一个打引号的个性化 大家都知道 你们原来做线下做得不错 现在转型做互联网教育 怎么来理解 就像平板电脑 可能将来会取代PC一样 它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样一种趋势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抓住它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 是因为现在做互联网的很多 这个概念很热的 而它确实真正能改变学习 能改变学习的方式 你刚才一直都在强调个性化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能看到 你的个性化之花到底有没有结果 好的 这个答案我想请一位我们特殊的学生来回答 有多特殊 因为他是一名小演员 今天是高二叫石云鹏 他在学大已经学习六年了 最近他也接触了新的我们的移动学习方式 我们掌声欢迎石云鹏 我听说你演了北京爱情故事 电影版本的 对 在里面演了谁 演了一个叫黑猴的小男孩 拍戏 平时一个学期要占用你多少分时间 平时要拍戏的话 就不能到学校上课 或者找老师进行辅导 就用了那个意义学大之后 就是能够利用拍戏的这个空余时间 或者很琐碎很闲暇的时间 比如说我在后场的时候 或者在飞机上在车上 在我休息的时候 就能随时随地的进行学习 这只能算一个起步 就是现在这样一个阶段 离真正的个性化教育还非常远 所谓大数据智能推荐 是建立在你这个数据量 非常大的技术上 才能够进行完成 现在还刚刚开始 还很远 这个确实是 因为整个互联网教育 其实也刚刚开始 对教育改变也刚刚开始 尤其是没有前期的数据积累 确实很难做到 这种精准的定位和分析 那么我们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相信 它早一天开始总是好的 前面两位都已经总结了 他们互联网教育的追求 和他们想要做的事 在您的这堂课结束之前 您也有一分钟的时间 可以来做一个总结 来 我们觉得我们 在颠覆自己 这个自己是打引号的 是之前的传统的教育方式 传统的辅导方式 那么新的在借助互联网 在借助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分析 真的会让学习变得越来越个性化 我们坚信这一天 会 每天都会越来越进步 各位老师 你们好 在我理解看来 就是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 如果说 有些特别优秀的教师 我觉得我 课讲得特别好 这方面 我自己录一个视频 YouTube上面 各种视频网站特别多 我自己录一个视频 我不用一个学习网站 我只需要能联网 就可以接受免费的优质的资源 其实互联网教育本身 它并不需要 他 这样的一些角色的存在 颠覆传统教育 互联网威力有多大 教育局局长 千万别看着这个界面 教育大佬之争 谁会是最后赢家 你是把心动化 当成你的敌人是吗 对话 课堂积变正在进行 请继续收看 互联网教育本身 它并不需要 他 这样的一些角色的存在 对对对 我觉得 那你觉得他们还有存在的 我觉得正是因为 有这些培训机构的存在 那些老人会觉得 我既然能到这个培训机构 通过我的上课 我可以赚钱 我为什么要免费上 免费上传我的视频资源呢 对吧 所以你判断下一步的趋势 就是教师又从他们那流动出来了 我 我觉得 如果说互联网教育 打破 就是原来的教育壁垒 如果说要让资源 更公平的分配到每个人身上的话 我觉得以后的趋势是 这些机构都会死掉 然后 每个人都会 因为每个人解决了自身身所问题之后 每个人有 真正有 致力于教育这方面的 大牛那些 教授 诺奖得主 基本上都会 很 开放 很公平的去享受 他所 他所在那个领域的支持 我来跟你PK一下 就是你刚才那种想法是属于网络教育1.0的想法 麻省理工学院十多年就把它全校的所有的课程全部录下来全部挂到网上免费 这次早都有了 但是现在这两年变化就木课 MOOC就大规模公开在线教育 他的思路比你又近了一步 他是什么呢 他是把它整个的课程重新包装 你比如说清华大学现在刚刚派了一个叫清华大学建筑 叫什么建筑课 他就十几个老师花了上好几百万 他就谈教建筑的时候 他就可以到整个不是一个老师站那讲就行了 他是把它要谈明清建筑的话老师直接到故宫去讲 然后谈什么别的建筑就 那他那课的吸引力就跟过去那一个老师站着讲台那么讲 完全不一样 这个才是革命性的变化 这个才是真正的新一代的网络教育 今天在现场有一位也开公开课的张有明先生 来我们欢迎你 我想知道一下你的这个平台上开的公开课 是刚才汤老师所说的2.0版本呢 还是刚才我们这位观众所说的1.0的版本 我觉得可能能算2.5版本 在5月21号的时候清华和北大开始宣布加入EDX 那同时由刚才汤老师讲的这个过程 我们是清华大学第一批这个线上课程的这个著作方 所以中间里面想了很多很多一些招数 怎么样能把优秀的教育的这个内容能让它体现出来 所以不仅仅是说这个建筑类的课程可能会去十几个城市 那财务类的课程可能是用动画 用模型用数据 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实现 可能不出5年的时候 应该这个中国应该所有的人应该都有机会在线上能看到 所有的清华和北大的课程 而且不仅仅是课程 还有呢包括整个一个教学环节 甚至包括证书和学分 所以呢这个幕后的教学已经完全是把大学的这个资源 能向全世界回去开放 那我觉得以后可能你不论这个人的出生怎么样 你可能上不了清华和北大 哪怕你上了一个普通的二本的学校 但是你有机会能学到全中国 甚至全世界最好大学的课程 你的意思是说就以后我们很不幸考上一个很不知名的一个学校 然后我们通过网络通过互联网的教育 我们上的都是北大和清华的课程 然后就跟同学之间也仿佛是北大和清华的同学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你的描述 教育部已经说了中国大概1200所学校里面有600所将来转型成职业类学校 这些职业类学校坦率来说 他们的整个师资都可以有机会通过幕后的这种形式去引进 对也就是刚才大家这个说的比较多的翻转课堂的这种形式 任何的东西都要理论结合实际 这个整个的大环境 整个的这个教育机制改革是环环相扣的 而且默克在国外为什么能活起来 第一个我觉得国外本身的他的一种教学方式 他就是倡讨学生一种兴趣传导 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我们现在中国更多的还是比较看重学历 学历就是本身里的那个证书非常的关键 互联网教育真能让学习不在功利吗 很多人去读堂尊商学院 也许他想拿的是房卡 他不是 不想去学的是知识 是什么让他们亦不能为 这是一个祝福的 我们在 对话更多节目 稍后解释 像我们现在中国更多的还是比较看重学历 学历就是本身里的那个证书非常的关键 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在线教育啊 还是必须得要专注在一个点上去发力 你在一个点真正能够满足用服的需求 今天我们从庞大的在线教育群体当中选择了三位 他们也把自己对于互联网教育的理想带到了我们今天特别的对话课堂当中 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收集了三位来自相对于传统一些的教育领域当中的几位人士的看法 我们不妨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现在已经是课后时间了 大家可以活跃一些 我们来一个手心手背 看看谁会遇上第一个观点 手心手背 好 你先回应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不会消灭传统的地面教育 教育是一种体验 这个体验是当学生来到老师面前的时候 他面对老师上课的感受和注意力 以及家长对孩子的放心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地面教育将会永远存在 我部分同意线下教育不会消失 但是线上教育对于这种学生的感染力一定不会比线下教育弱 对包括刚刚我介绍的课堂那种互动对学生的每一个的了解通过大数据的挖掘 反而这是线上教育的优势 看看你的这个观点能够征服多少的同学 认为线上会大过线下的 请举手 一半 似乎没有我想象的多 毕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正在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将 看看你们二位谁将遭遇第二个观点 来石头剪刀部赢者胜出 恭喜金星 来请看第二个观点 这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校长陈吉宁的观点 他说在线教育的兴起让大学和社会的边界 大学与大学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传承了几百年的校园概念需要重新定义 教育正在从为了生活学习终生学习走向终生随时学习 这不只是一场教育的革命 更是一场学习的革命 这个我完全同意 因为我觉得可能不仅是改变了大学校园 我觉得甚至将来的中学校园 小学校园都会因此改变 教育会向着又来越精细化 颗粒度越来越小的组织形态去演变 而在线学习 在线教育将会承担其中大部分的责任 这是著名的教育学者熊炳奇的观点 他说一些在线教育从业者宣称 在线教育将取代传统教育 这未免太乐观了 毋庸置疑在线教育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有着很好的发展情景 但要取代传统教育根本不可能 包括通过在线教育来缩小地区间的教育差异 实现教育公平 也只是推进公平的措施之一而已 我觉得这里讲的观点 他自己本身也激进了一点 这就相当于说 大家以前讨论 说什么网络兴起 电视是不是消失 网络是不是消失 报纸是不是消失 我要说的是 他们不再是当时的媒体之王了 但是他们依旧在自己有价值的渠道和方面存在着 而且更加精准 互联网也是一样 互联网的教育 现在它备受别人质疑是 大家觉得这玩意是不是替代 我认为它是一个大小之争 不是一个替代之争 未来51%以上一定是互联网教育 这个互联网教育 它的实质就是 优质的教育资源 低成本的大规模的分享 这场革命现在刚刚开始 就跟100年前 当电影刚刚开始 大家都不觉得这怎么会能取代戏剧 现在你看看 电影跟戏剧跟电视 根本就不是在一个平台上的问题 所以对互联网教育 哪个国家先走 哪个国家走得快 你的整个一代人就跟不一样 现在对我们国家来说 它需要一个基础 基础就是我们要把互联网 要把宽带 要拉到所有地方 叫电子书包 现在世界上很多的 包括贫困的发展中国家 现在都开始推广电子书包了 印度在我们的深圳 订了好几百万台这个平板 咱们中国在这个上方要落后 那是一代人的问题 甚至几代人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们现在应该引起警觉 应该赶紧要启动起来 很多的市场分析公司 曾经不止一次的做过这样的预测 中国的互联网教育的市场 在一年之内将会轻松的越过 千亿级的规模 我不知道未来将会是谁 杀出重围 成为江湖上的老大 我甚至都不知道 今天坐在我们现场 在唱谈明天的他们 会以什么样的姿态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的教育 必须要改革 我时时都在想 这样的改革 有的时候可能是源自于人 有的时候可能是源自于制度 有的时候恐怕还会源自于理想 那么互联网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 改变中国的教育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